今天的这位主人公是在我所有拍摄的人物中出过时间最早的一位 在1996年的时候 28岁的他就孤身一人来到大洋彼岸求学 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里 吕博多年岁 他相应信段 苦读多年 摘得JD法学博士后 至今已从业20多年 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他的生活工作 也听一听他的人生故事吧 你好 请进 王宝勤陕西人 现在是一名独立职业的移民律师 坐标美国西北角 服务的客户遍布全球 王律师的先生是软件开发工程师 他们有三个孩子 上班之前他先送小女儿去上学 酸奶拿上呗 送孩子上学 有一个看部的朋友 去接那个小朋友 下午他们接回来 下午他们接回来 早上我送 我真的还接回来 就省一趟 对啊 省好多省 因为她的最后是最后的父亲 他这次是B1B促进来的 大哥后来先请爱酒了 他有力看他是逼完逼促进来的 这太搞笑了 你要不要和他来讲一讲 这是助理律师小曼 法学院毕业后 已经和王律师一起工作了几年 这是香港的 其实就没在这边好好住 就回去了 对 如果你像你按你这条路走 可以是可以 就有很多不确定性 我们今天绝识 看你给我们那个专业的意见 是怎么样 对 怎么样好 你需要帮忙添吗 还是 我不可以 你可以添 那叫我二十八一八 对对对 你不添 你们实在是好贵一点 平时接待客户咨询 是律师工作占比很重的一部分 除了移民 王律师也涉猎一些其他业务 我做了20年移民 22年了准确地说 现在我就是移民 小曼现在做很多 我现在有点机会发展其他的业务 比如说这个遗嘱信托呀 帮客户看合同啊 像婚前财产协议呀 婚后财产协议呀 这些 如果想在美国从业的话 是一定要JD毕业吗 美国学生必须是JD毕业 外国学生是 如果在外国有法律学位的 她到美国来 有些州 各州不一样的 有些州是可以考试的 像我们原来在法学院学的时候 最厉害的一个巴西的一个女孩 她在巴西是律师 她到这边什么都没有学 就直接考了加州的执照 有这种的 但是这种是少数人 这属于学芭蕾的 大部分很多中国人来了 就是在中国有法律学位的 然后到这边再读一个比较法学位 它叫LLM 是Master Degree 我来的时候是读LLM的 我在中国学的法律 我到这边我也不懂 所以我就以为还要接着读法律 我就读了个那个 然后呢 就八个月program 太短了嘛 所以呢 我觉得也没有自信 在这儿在找工作什么的 后来我就又转成GD 就接着又读了两年半 在聊天过程中 我带着好奇心目的王律师 想知道遇到过最棘手的案子是什么 有几个案子 有一个案子是 就是一个客户 结婚移民两年之内 还要转正式绿卡嘛 但是呢 她等于是拿到绿卡 一个月之后就离婚了 然后呢 我就帮她 就是改成永久绿卡 她虽然离婚了 我们只要证明 她的婚姻是真实的就好 当时就是想着 看她也挺可怜的 有两个孩子 她从印尼带过来的两个孩子 我就帮她 帮她的这过程中 她的绿卡过期了 按说她不应该离开美国 但是呢 其实她的绿卡是丢了 OK 她就根本就没收到绿卡 然后我说 你到移民局去盖一个章 你盖一个章 就是一个绿卡的证明 然后你就可以回去了 这里是我以前没有经验 我是给她这样说的 但是我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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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记录 因为没有记录呢 她去 我不知道她盖章 反正是没 最后没盖 她就走了 她走了以后呢 我也不知道 等着她回来的时候 上不了飞机 人家不让她上飞机 就这样 我当时我就查我的email 我说怎么都没有记录 我让她干了什么 我都没有记录 我怎么保护我自己啊 那肯定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客户肯定是先怪律师 问题是她儿子给我发邮件 她儿子才上高中嘛 给我埋怨 就说的 你害了我的妈妈 我妈妈要自杀 我当时想我的妈呀 她要自杀 她要自杀了 那我全世界 她儿子全世界都要找到我 要跟我没完 当时是很可怕 当时那种感觉就是 我不要当律师了 我这个案子干完 我不要干律师了 没意思 太累了 不值得 挣多少钱都不值得 但是后来还是一步一步的 就给她解决问题 还是能办 就是说她当时上不了飞机 那我们就要找参议员啊 找使馆呀 就说她这种情况 她的律卡是没收到 那你应该补一个律卡 或者补一个文件 我们就给她申请啊 补一个材料 她起码能上飞机能过来 最后还是过来了 问题是 我是觉得 其实犯错误没关系 其实当时那个情绪就是说 我不要当律师了 但是过后呢 就是一步一步把问题解决了 客户她也appreciate 她还给我推荐客户 她现在 一个朋友来找我们 她应该问你咨询了 她咨询了 你让她预约呀 你就给她打回去 你就说 跟她预约 我们收200块钱咨询费 王律师说 和许多美距离呈现出的样子不同 移民律师很少在法庭上气势逼人 更多的是在办公室做文书工作 吃午饭的时候 助理律师小麦也和我聊了聊她的经历 我大学在北京上的北京调外贵学院 读完本科之后比较迷茫 在家gap了一年 这一年期间准备升学校嘛 虽然迷茫 但是隐隐约约觉得还是该出国 然后我16年来这边上法学院 19年毕业 就挺想做华人业务的 因为我们觉得华人少 华人少 华人少 华人律师也少 所以这样的话 我job search job search那个范围就少一点 然后找到我现在的顾虑 还有人电话 对 我知道 3 o'clock 我会等他 请他帮他 什么移民纪纪纪 和折扣 如果他有任何 OK OK 谢谢 我会见他们 3 o'clock 明天 OK OK 拜拜 拜拜 嗯 午休时间 王律师一般会到办公楼 休息区 喝喝茶 晒晒太阳 移民的人也越来越多 以前那么多年 大家都说 在哪儿只要有钱 都生活得挺好 就明显的数据上的增长 是 王律师本科毕业后 在西安西北航空公司 工作了4年 才决定出国 那不也就是才26岁吗 我想去考研究生吗 我到北京去转了几个学校呀 外贸学院什么的 去了找了几个同学 问问他们的出题呀 老师呀 有一个人就说 年龄有点大什么的 当时才26岁 26岁当时人家就觉得有点大 到这儿来了 当时读法学院的时候 有五六十岁的人 在读法律呢 然后我就问老师 我问他读完干啥了 他说不知道啊 他就是喜欢读嘛 就是这个样子的 意思就是说 You can do anything any time 下午的工作开始了 回到办公室处理了 一份签证文件后 王律师准备接待一位 做生前信托的客户 生前信托 Living trust 就是前期来说 都是在他的掌控范围内 那如果呢 你妈妈有什么意外了 他有一个backup 也许就是你 或者跟你的妹妹 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信息收集权 你有什么糊涂了 你需要谁帮你做决定 你是想让谁做 你这个人是谁 你就 这是第一选择 OK 就是如果我缺什么信息的话 我就跟你打电话 或者是微信 或者是邮件联系 有很多办法 我这make一个note 然后呢 到时候看一下 怎么给你写得更好 更安全一些 好吧 一般信托 大家都是fixed fee 行业 就是美国律师 都是fixed fee 就跟移民有点差不多 就好像就是 你做的多了 你慢慢就 就是一个路子 它不像那种 离婚什么的 可能两个人的故事 乱七八糟的 就会变 所以那种案子 可能是必须要按下 是收费的 下面没什么事了 上个礼拜 一个客户刚签的协议 他们在结婚之前 要做prenuptial agreement 我的信息都收集全了 我就开始给他做 这样把它 争取做出来 拜拜 拜拜 好 我们做律师的最开始 好像是谋生 那会就有点痛苦 妈妈现在做一做 就觉得不是为了谋生工作了 当然也需要 这个经济上的收入 但是就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满足感吧 跟以前的那感觉不一样了 在家谁做饭比那个多 他做饭 他在家工作 他三点就下班了 他不做饭 谁做饭 那老三 他去学中文了 老三上初三 明年该上高一了 高中了 老大在大学里边 读大二 学经济的 老二是在高中读高三 他自己有开车 所以他一天忙着 我都很少能见到他 他早上六点半就去上课 然后呢下午四点可能回来 然后到五点半又去学校 练那个行走乐队 然后九点十点才回来 他确实是忙病快乐着 他很开心 大家好像都是忙病快乐着吧 这样说 嗯 我是无 söz 有生长 到头头 搞点 降落 % 独而 摇热 osity 记得 镬 感谢观看